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財經摘熱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翹 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五大約下午1點40分左右 看到來到一個星期最後一天 股市都不太有反彈力 雖然今天高開了百幾二百點但很快就回來了 現在只是上升了56點 成交到900多億 現在是25300點左右 看到股市仍然在50天移動平均線之上 如果股市仍然在這個位置之上 股市仍然有力再上升 所以50天移動平均線是一個分界點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股市仍然有機會再上升 如果股市仍然要再上升 現在還是要靠內房和科技股的板塊 才能有力炒上去 看到今天很多科技股都有反彈 例如美團和京東健康 我之前也推介過的京東健康 我推介時大概300元左右 現在就是330元左右 今早就叫客戶 這個時候就應該先吃了壺 那些位置都是300元左右 所以這隻仍然在上下區域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急於在330元買入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搶包生 這個時候是走貨的機會 除了這隻之外 例如今天值660點海底佬 又配股了 急於在21元這些位置 又配股配售 已先舊後身 即是先吃了壺 大家都要見到它們 1億1500萬股 配售價就要折約7% 其實股價今天都跌得比較急 跌了7.4% 去到$20.055 看到這隻股票由近年的高位 85元到最低 即是$19 但看到最近升了一點 它又已經配股了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一隻好的股票 或者覺得有實力的股票 為何要急於在這個低位的時候配股 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原因 就是它的資金流有問題 因為如果不是資金流有問題 它就不會急於配股去摘資 去做一些現金流 看到最近它們的壞消息也不少 看到它們由1500間分店 減了300斤分店 大大化化減了5分1的一個數目 對於一個企業來說 是非常之不少 亦是他們的錯判形勢 導致過分確張 看到翻桌率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強 去海底撈的人都留意一下 他們的服務 雖然仍然維持非常之好 但食物的質素真的有待改善 我都試過幾次 其實都是一般般 除此之外 它們的壞消息 負面消息也有 有蟑螂、筋梁不足 其實在一些市面上也有流傳 亦都被人拍了視頻 上網 在負寒消息配合之下 跌穿20元的機會是非常之高 所以大家不用急於留下這隻股票 等它跌好之後 才慢慢考慮 因為整個飲食版塊 其實現在都是充滿了負面消息 所以大家整個飲食版塊 除此之外 今天有什麼股大家值得留意 見到一隻股票 2005比亞迪電子 見到她的媽媽比亞迪股份 越升越有 但她之前越跌就越急 曾經去過差不多22元這些位置 但見到最近有些止跌回升 去到28元 為何今天又升 自家的跌 煙草股又調上去 她就這麼巧 她之前宣佈了 在煙草業那裡發展 所以今天的股價 就去到29元這些位置 大家可以看看 這隻大概在50天 二度的平均線 大概是29.5元左右 如果站穩這個位置 這隻股票都可以繼續向我 大家留意一下 225比亞迪電子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節目 再見 可以有嗎 照片 夠了 你可以 主角 你的 有 是 有 這 有 有 有